第2季 以下我所说的就是说第2季 因为第1季我们本身知道的 第2季按年去计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见到收入是提升了16% 经营亏损也大幅是所谓的收窄 特别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看回Long Gap 基本上是经调整的Ebida 和经调整的日利都是正数 所以业绩是收货的 另外大家可能会同意一件事 以前我去讲美团的时候 我经常都说它不是外卖仔 你细心看的话 外卖是第一样 第二样是导店业务 第三就是说新业务 主要是社区全购 以往我经常都说 它虽然收入来算 因为外卖业务占比多很多 不过因为外卖是不太赚钱的 毛利率可能高单位数 或者低商位数 相对上导店业务 毛利率是高很多 所以你计算它不是外卖仔 它是导店仔 是做一些导店业务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就是我们上季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它 是一个所谓ATMXJ里面最看好呢 因为第一 它的收入上一季 是升了25% 灌绝了这么多间 大型的科技股 第二 如果你针对它虚钱 你永远都不用看美团 但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是它两大的业务 包括导店 和外卖 其实增长也是OK的 而新业务里面 我们看到的亏损率 是下跌了 由80几到60几 所以我们在第一季之后 就选择了美团 好了 去到第二季了 我们先说引致 去到现在了 基本上来说 所谓的收入等等 都是对板 还有刚才提过 Long Gap 其实都有钱赚的 变相来说 固有的业务在疫情之下 其实真的比预期更好 你要记住 第二季是有些封城的措施 但是说它的外卖业务 还是有增长的 那这个我觉得 是应该比较厉害的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新业务 基本上来说 都是有个 亏损率下跌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不能说它很好 但是增长的部分 在第二季这么艰难 都能维持到 那投资的部分 就是新业务 其实那个亏损的情况 都持续改善 所以我自己对于 那个美团的业绩 是收货的 很简单 其实你明白到 就是外卖业务 和到店业务 其实都会开始 当然 现在这一刻 是增长得很快的 中间也有一些疫情 是令到数字 是扭曲了 但是 你用中长线角度来说 这两个业务的增长范围 总会放慢 就等于腾讯的手游业务 其实早几年 他都不会知道 王者荣耀这么厉害 他都预计到 是会放慢 当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 你知道你过去 纳尔城那个业务 开始去一个 所谓的成熟阶段 你就要想到未来 所以 在这一刻来说 当然 都是传统业务做得比较好 但是 你如果不想到 将来 不在这一刻做投资的话 三五年之后 其实你再次再投资的话 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所以 根据管理层所说 他仍然觉得 社区团购是一个 未来发展的王道 所以他们会继续投资 所以现在就是 胜在你的固有业务 还有增长 还能赚到钱 那你就有能力 去发展新的业务 如果成功的话 那就能够 你公司的发展的持续性 是继续增长 又或者找到一个新的利润的传源 但是如果 你将来这两个业务都放慢了 你再去做投资的话 其实对你的负担是更大的 所以我觉得 暂时去看 公司的执行力 都是非常理想的 故意的业务 都是做得很好 部份数字你也提过 其实经营亏损率 落到48% 一年时间 由八成多 落到四成多 都再一次见证到 公司管理层的执行力 所以我觉得 暂时都要烧钱 但是对于美团来说 是相对有能力去烧 因为它有两个业务 撑着自己 特别管理层也有提过 下半年外卖业务的 毛利率会提升 所以如果下半年 疫情是进一步缓和到 它的外卖业务会提升 它的导电业务更加会提升 它会令到它更加多的资源 是给它发展它的新业务 所以这是一个兼顾到 短至中线的一个业务的 将来的进展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接受到它是输钱的话 或者你接受到它是烧钱的话 我觉得美团还是其中一间 我比较留意的科技股 我解释为何它们会升 第一就是 我要说清楚一件事 绝大部分的业绩 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第一,比市场预期好 又刚好 本身近期在恒生指数是升的 所以对它来说 会有一个支持 但我上个礼品也提过 业绩比预期好 业绩是否真的好 是两件事来的 你问我呢 京东、美团的业绩是好的 而腾讯、亚里和小米 可能是比预期好 但怎样都不是好 以小米来计算 它按年第二季 是倒退六成多 我很难写一个好字给它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重点 变相公布了业绩之后 如果市场大市本身 不是大幅度向上的话 就会考自己的真功夫 我觉得对于京东和美团来说 应该业绩的效应 会比较长久一点 之前来计算 我们就选美团 京东 因为之前来计算 就被腾讯沽货 令到股价曾经很波动 但如果看回业绩本身 我想现在你让我选择 我比较聚焦于 我也是很基本的 就是看京东和美团 但我都要提醒大家 我仍然觉得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点里 腾讯是有机会沽美团 所以你买还买 炒还炒 但我觉得美团的负面因素 要留意 我们由头到尾 你说美团 都是170和175元买的 如果你说买了 中间当然捏过下价 但如果今天开出来的话 有机会是180多元的话 其实那里也不错的 回报 我们大家继续观望 但纯粹看业绩本身 应该是以京东和美团 是看高一线的 我首先插入价 基本上没有变过的 就是170和175 如果你说你很害怕 美团突然间会 这个腾讯很大机会沽货 我记得那天应该下到160元附近 那你算一算 如果你170元 175元是去买的 可能真的会跌十多元的 那你捱得住 捱得住的话 我觉得你也是 就是这个价可以留意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就是之前是170 175元买了 今天开出来188 或者190的话 都应该挺开心的 因为已经在咬着 差不多是18至20元 那这个价位 差不多是10%了 那以最近的市况来说 那麽短时间 我们咬着10% 某个程度上 就是我们少少看对了 因为我们一向都是以业绩行先 那业绩交到功课 那自然对股价有帮助 好了 又是看短至中线 因为如果你说 我身手很好 我既然对于短线 恒生指数都不是看得那麽乐观 我这麽短时间咬了18至20元 你走一点 或者走一半 我觉得是OK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觉得短期 腾讯会沽货 是不是再有 而它已经公布了业绩 是不是再有机会 我都会沽三分之一半 我就未必赚成你沽了 那就是你说我射龜都好 那可能再升的 第二 我怕你买不回我价 所以我倾向 都是沽三分之一至 沽一半而已 好吗? 希望回答到你 但是很具体的 操作在现在的市况之下 都很难的 只能够随机应变 我们下期再见